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过年在家不知道干什么 教你们在家的三个训练方法 从扔球到挥水瓶到挥拍 帮你们避雷 不要犯我上述这些错误 今天的这个教学非常非常重要 开始之前还是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礼盒 这个礼盒真的太牛逼了 只做了1000套 手慢拍大腿 然后臭架是666 它里面包含强无敌手胶 一包弹一袋训练操装一套 还有一把配置超高的球拍 还送一个税户 而且利润全部给你们 200个免单 200个不折 剩下600个人 全部66块6的红包 OK 不得了说 在我的微信小时区 和淘宝店铺国元选 可以直接购买 听我啰嗦了广告 我们开始今天的教训 扔球是一定要大家练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 怎么做一个标准的扔球 可以模仿我去看一下 怎么样做一个标准的扔球 然后第二个就是挥水瓶 跟扔球的原理大概类似 我们用一个半瓶的水 去来做一个挥拍的一个运动 那这个手就更不是主角了 为什么要让你去拉半水瓶 因为它有一个带动的惯性 可以让你更加的去感受到 身体的惯性的力量 它这个一定要记住 手不要太用太大的力 我的意思是让你通过这半瓶水 去带动你的手 然后让你的身体 适应这种转体的力量 扔完球挥水瓶 最后我们来挥拍 这三个训练是一套 挥拍大家要注意 要像我一样 我们首先眼睛不要看前面 眼睛是看到你的参照物 有条件的在上面去绑个绳子 或者钓个球都可以 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挥拍是不是有那种刷的一声 那个刷的一声 一定是要在你头领上刷 很多人那个刷的一声 是在你的身体前面 你又不在你的身体前面打球 你刷在身体前面 没有任何意义 今年是榴莲 是我做羽毛球教学的第四年 只要你在榴莲的初一到初六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回复 流气冲天 即可分享万元羽毛球装备 一定是在你的头领上 在发力的地方去刷 发力的点要提前 你太晚了 那个刷的一声就在你身体前面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训练方法 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结合起来 去训练 不要单一的练 就是我练完扔球 练完挥水瓶 再练会拍 这样循序渐进 你差不多在家里 过年挥个15天的球拍 你看完连去打球 保证有感觉 挥的这把球拍 大家看得吗 好看吗 这就是我们榴莲礼盒 这个礼盒非常哇塞 有拍子 有一包手胶 有一套弹力带套装 紧瘦666 而且我们会把所有利润 全部都会反馈大家 礼盒期的买 已经没多少了 好吧 能发货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发货 这个礼盒在我们的 瘟疫小生 一个淘宝店铺 过于远选可以下班 然后我们每天都在更新 如果你是真的 羽毛交爱好者 好好看 好好学 你一定会成为 你们小区的关键